我们政府应该来学学 说这话的 是一位加拿大网友 而他要本国政府学习的 正是中国政府 20日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 针对中国人杨凤兰因走私象牙 被坦桑尼亚法院判处15年监禁一事 耿爽说 我们不坦护中国公民的违法犯罪行为 支持坦桑尼亚有关部门依法公正查处和审理此案 再次重申了中国保护兵威野生动植物的决心 也让世界看到了中国政府在打击违法犯罪问题上 不偏资不俊资的公正态度 这番掷地有声的发言 不久刷屏了中外网络 中国表态在全球圈粉 绝不袒护 坚决支持 这就是中国亮明的态度 磊落 坦荡 勇于担当 当天 耿爽的言话是这么说的 中国政府一贯要求还坏中国公民 遵守当地法律法规 不袒护中国公民的违法犯罪行为 我们支持坦桑尼亚有关部门依法 公正查处和审理此案 耿爽同时还表示 中方愿同包括坦桑尼亚在内的国际社会 继续为保护兵威野生动植物 和遏制非法贸易做出贡献 这一表态 在迅速赢得外媒关注和赞赏的同时 也让中国在禁止向亚走私等问题的 长期努力和决心被看到 美联社在第一时间的跟踪报道中 用大标题强调了中国的态度 中国支持坦桑尼亚判处向亚女王 报道指出 对坦桑尼亚法院判决表示支持的同时 中国还重申了对兵威物种交易的强烈反对 近年来 中国一直在打击走私活动 去年全面禁止所有向亚产品贸易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在报道中一指出 中国政府已经禁止在该国 进行象牙和象牙产品的所有贸易 这一进步也帮助减少了坦桑尼亚国内的偷猎活动 而在其官方社交媒体账号上 因为野生动食物种国际贸易公约 也提到中国重申的承诺 对野生动物放映零容忍的举动 外交部不袒护 帮力不帮轻 耿爽做出表态的前一天 坦桑尼亚法院宣判了对杨凤兰的审理结果 走私等罪成立 办处有期徒刑15年 充公个人全部财产 2015年 坦桑尼亚警方对杨凤兰实施了逮捕 这位被称为象牙女王的中国商人 被控从坦桑尼亚向远东地区 走私两吨左右象牙 案件涉及金额数百万美元 与此同时 执法部门相信杨凤兰操控着 非洲最大的走私象牙团伙 而与杨凤兰背后猖獗的象牙走私活动行 呈鲜明对比的是一组 看上去越来越冰冷的数字 坦桑尼亚政府2015年公布的数据则显示 2009年至2014年 过去超过10万头的坦桑尼亚大象 只剩下4万多头 减少了60% 不用我说你也应该猜到了 导致大象锐减的 正是一些人对象牙珠宝和饰品的需求 以及屡禁不止的偷猎和走私象牙活动 帮力不帮轻 无论哪国人犯罪都要接受应有的惩罚 这个道理 我们中国人很清楚 不少人自然而然地从中国政府和国民的表现 联想到了加拿大政府此前的所作所为 可谓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外国网友胜赞 比加拿大强 无独有偶 在主动将中国表态与加拿大 做关联这点上 外国网友和中国网友想到了一处 更有外国网友激动地表示被中国圈粉 可谓是公道自在人心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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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